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的走势是开高震荡然后收低 最高点来到了13951.17点 那么中场是跌了70.88点收在13807点 成交量的量能则是来到了2632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K线图 我们看到昨天收了一个红K 那么今天则是收了一个长长的黑K棒 但是盘中一度冲上来 刚刚我们讲的13951.17点 再创盘中再创这个历史新高 那么成交量也来到了2600多亿 跟昨天2355亿比起来的话 基本上成交量是量增了一些 好 再带您来看到今天的盘面焦点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盘面焦点 台积电轻触500拉回 全职股 红海 联发科 大力光 台速 南亚富邦金 赵峰金等股价都是走跌的 那么台股创下了13951.17点的高点之后 拉长黑棒回探了5日均线 好 相对低基其被动元件在产品需求的一个提升下 产品报价明年第二季渴望走高之下 密忘时 九豪 利敦 华勇等强所涨停 好 那么像是国聚 和珅堂 大义 千如等收红 再来日系外资寒买星星调高了目标价 那么带动ABF三雄像是锦硕 南电等两档强攻涨停 好 那么星星有超过4%的涨幅 再来苹果手机热卖相对低基其平盖股 像是金像电 玉金光 见顶 哑光 台骏 真顶 KY等股价都是逆势收红的 那么联电爆量跳空 再建新高价 可惜短线强涨引来卖压 尾盘收涨上引线 但是像是汉磊 环球金 中美金 华邦店 佳金等等 仍有2%以上的涨幅 好 再带您来关心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那么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一样是跟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有关 那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几乎天天都有发财经新闻的话 也是天天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台积电的消息 而且近期还是以利多消息为主 好 我们知道台积电一样 我们其实可以讲华为是一个分水岭 自从华为被打趴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就威胁很多的公司 如果你不来美国设厂的话 我就会对你怎么样进行一个惩罚 也就是不让你跟中国大陆的企业有所接触 那么台积电就是其中一家 也受到了波及 那么没有想到在美国总统大选选完之后 台积电并没有反悔 反而还拍板定案 决定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打造5奈米的晶圆厂 那么台积电在美国怎么样 已经开拓了领土 那么在台湾当然也是怎么样 大肆买地准备建造了这个3奈米还有2奈米的晶圆厂 那么也决定在2022年量产3奈米 以及2024年量产1奈米 那么甚至不排除未来还有1奈米的一个存在 那么很多人都在讲 如果1奈米真的出现的话 台积电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对手了 好那么一讲到竞争对手 其实我们就会想到 台积电竞争对手 头号的就是南韩的三星 那么前几天我们有个观众朋友聊到 现在三星就决定砸下了3.3奈台币 来怎么样 新建3奈米的这个晶圆厂 就希望也能够在2022年 跟台积电平起平坐 来量产3奈米 那么但是如果它真的成功的话 那么可以说是台积电与三星的追逐赛当中 双方最接近的一次 但如果三星无法改善 初期先进节点的生产良率的话 那么甚至有可能会大亏钱 好那么其实像是台积电 现在3奈米2奈米 甚至是1奈米都会超前部署的状况下 那更别谈说我们的5奈米跟7奈米 5奈米是之前华为被打趴 那么台积电就救援 决定在6月份的时候 把5奈米的产能都贡献给了华为 让华为的手机到2021年的时候都还可以供货 那么华为本来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那么现在华为被打趴了 当然是轮到了苹果了 苹果我们知道这个iPhone 12 卖得下下叫对不对 所以这个台积电就把5奈米的产能 现在供给了给这个苹果 就是它的第一大客户 那么后来我们又听说 这个高通听说也下单了给三星 要做这个5奈米的产能 但是听说三星出包了 所以也有可能转单给台积电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台积电其实现在还没有证实 那我们讲到7奈米 7奈米的话 这个消息就已经被证实了 就是英特尔的7奈米这层出包 那么转单给台积电的态势 已经相当的明显了 那么还有这个英特尔的竞争对手超为 也跟台积电下单下了3万多片的产能 那么就是希望能够一举超车英特尔 那么随即台积电也迎来了像是联发科 还有NVIDIA等这些的客户 所以不管是5奈米 7奈米 甚至是3奈米 2奈米 台积电未来在市场来说 都是相当看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 三大客户追单 台积电营收第四季渴望超标 苹果首款5G智慧型手机 iPhone 12 以及搭载M1处理器的新款MacBook Air跟MacBook Pro 销售已经拉出了强红 那么Sony PS5以及微软Xbox Series X等新款游戏机 怎么样也卖到缺货了 那么台积电受惠于苹果高通超微等大客户 J单7奈米以及5奈米的先进制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张图台积电第四季主要晶元出货量的一个预估 好 导播麻烦帮我放大图 好 像是我们看到台积电因为华为禁令而停止出货之后 年底前5奈米的产能就被苹果全数包下了 那么供应链业者就推估 i12搭载A14的应用处理器 推出之后全球热卖 那么预期台积电第四季5奈米出货将上看15万片 那么还有苹果推出搭载M1处理器的笔电 也因为新冠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怎么样遏止住 所以带动销量大增 台积电第四季5奈米M1处理器晶元出货 是来到了1.8万片 那么至于iPhone12搭载高通的5G数据晶片 采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 而且头片量大增 高通成为第四季台积电7奈米的最大客户 那么出货量是来到了8万片了 好的台积电全线满载 那么再加上头片量率获得明显改善 好法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合并营收将超越业绩 展望高标甚至续创历史新高的几率 也是大大的增加 好加上8寸厂以及12寸厂的制程 头片量维持满水位 那么原本产能利用率最低的28奈米 也因为5G手机的相关晶片需求强劲 而也怎么样完全的满载 所以整体来看 法人乐观预估台积电第四季美元营收 计赠率将达到了5% 那么再加上台积电法说会中 预期第四季5G手机的推出和高效能运算相关的应用 支持台积电业绩持续成长 那么预估第四季的美元营收 是来到了124亿到127亿美元左右 好台积电的利多消息那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2330台积电今天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看到台积电今天是怎么样 可以算是开小高走低 那么跌幅是来到了0.9% 我们知道台积电早盘一度充置了500元大关 然后又拉回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它的K线图 近期涨势是相当的强劲 股价都是沿着5日均线走 那么今天收了一根长长的黑K 并怎么样跌破了5日均线 那么今天是收在了492块 所以是小跌了4块钱 好的回到我们的第二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带您来看到的 我们知道今天是11月24号 再过6天就进入12月 也就是正式的冬天要来临了 那么除了冬天要来 还有一个最让人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祭底作战行情 我们首先来看到 这个外资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启动了回补台股列车 台股23号创下了波段的高点 多头公事可骑 特别中低价以及中小型股接棒演出 有利于投信年底的祭底作战 投信布局的个股以第四季产业景气畅旺 以及2021年第一季展望无余的个股为主 像是记忆体大厂望红拉 南亚科 晶圆代工厂能吃紧的就像是连电 连电我们之前一直有在讲 因为大陆的中心可能会被列入川普的黑名单里面 所以很多美国的半导体大厂 像是博通跟高通就吓到了 就赶紧怎么样要转单给了我们的台积电 连电跟世界先进 那么除了台积电已经发话说它不涨价之外 连电是要涨价的 而且涨幅大概在5%到10%左右 甚至有可能会涨到明年第一季 产能也是供不应求 那我们再看到因为疫情有望结束 而受惠的这些个股 像是长荣行 制协厂 宝城 那么第四季淡季不淡 而且运价维持高峰的货柜航运股 那么就像是长荣 阳明 还有万海 那么PCB这个印刷电路板股 就像是金像电以及加联益等等 好 那被动元件的话 奇力星以及国具近期股价 涨势同步 那么市场看好了奇力星 切入5G手机电感 目前订单能见度来到了4到5个月左右 好 看到2021年第一季 市场也看好国具 朝着高阶应用布局 像是5G 车用 医疗 航态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张图 投信的索马股 好 像是2337的望虹 这个近期涨幅来到了4.11% 那么投信买超了44852张 近5日涨幅也有13.8% 那么5日涨幅最高的其实是6443的元金 他投信买超也来到了16907张 好 那么其他像是长荣 联电 长荣行 这个买超大概都有6000多张以上 那我们看到像是南亚科 他的近5日涨幅也有11.53% 但是投信只买超了5105张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2337的望虹 今天的一个表现 好 2337的望虹呢 今天是怎么样 开高走低 那么其实呢 看到他的K线图呢 也是这个强势多头的格局 那么从上星期呢 开始一直到今天 连拉了4根红K 但今天呢 是收了一根超长的黑K 不过盘中股价呢 一度创高 来到了37.8块钱 那我们看到这个望虹呢 今天是跌了2.17% 收在35.9% 所以是小跌了0.8块钱 那么6443的元金 好 元金的话 我们看到呢 今天呢 是开低走高 那么收在了42块钱 所以是小涨了2.1元 还有2603的长荣 好 长荣呢 今天呢 一样是开高走低 盘中一度股价创高 来到了24.15块钱 那么今天跌幅呢 是来到了1.27% 收在23.15 所以呢 是小跌了0.3块钱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最夯的一档 是2303的联电了 好 联电呢 我们看到了 它今天呢 是怎么样 开高走高 那么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 再加上了联电ADR标涨 超过了20%的智位之下呢 今年股价一度啊 涨幅超过了7% 最高呢 是来到了39.7块钱的新高下 市值甚至呢 怎么样 挤下了股王大力光成为台股人气王 那么今天呢 成交量也是爆大量 来到了58万张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尾盘呢 是怎么样 又稍微走弱了一点点 所以呢 涨幅是来到了4.95% 那么今天呢 是小涨 今天是涨了1.8块钱 好 那我们再看到2408的南亚科 南亚科呢 今天一样呢 是开高走低 也是强势的多头格局 但今天呢 是收了一根长黑K 好 盘种股价呢 创高也来到了73.1块钱 那么今天呢 是小跌了0.6块钱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档呢 9904的保存 好 保存呢 今天呢 是怎么样 开低走低哦 那今天一样收了一根黑K 而且呢 还跌破了5日均线 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了 今天最后一条新闻 好的 今天最后一条新闻呢 是跟这个被动元件有关了 我们看到呢 被动元件爆价看涨 吸引法人提前卡位了 好 明年全球电子业呢 仍渴望受到电动车 汽车电子 以及5G手机出货 持续成长的一个带动 那么也将推升了 被动元件的这个产值 那么叫今年成长呢 是大约11.1% 那么大多数厂商呢 截至扩产 估计呢 明年全球啊 被动元件能增幅呢 只有一成而已 那么低于呢 需求的一个增幅 好 全球呢 被动元件楼头 日商的春田制作所 以及日本太阳优电都释出了 对后市看多的一个讯息 国具华兴科同步乐观后市 国具产能利用率呢 来到了八成 而华兴科呢 则是高达了九成左右 那么近期外资呢 投信法人积极卡位 被动元件 那么11月来呢 外资法人呢 已经回补国具 超过了两万张的持股 投信买超了6234张 自营商呢 也买超了1111张 法人持股呢 增于超过了四个百分点 好 国具呢 截止23号为止呢 三大法人持股部位呢 都宣制了50.34% 为今年来的新高 国具第三季呢 每股存益来到了7.37块钱 是近期季来的新高 好 前三季呢 税后存益 97.92.72亿元 每股EPS呢 来到了20.03元 超越去年全联的获利 好 我们来看到2327 国具今天的一个表现 好 国具呢 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呢是怎么样 开高走高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涨幅也来到了4.54% 那么开线图的话 我们看到连拉了两根红K 今天呢一样呢 收了一根超长黑K 那么成交量呢也来到了 也稍微呢 有增加了蛮多的 来到了 这个27625张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 国具呢收在了437.5块 所以是涨了19.5元 好 最后一档呢 2492的华星科 好 华星科我们看到今天呢 一样是 今天呢则是开高走低 那么盘中股价呢 再创新高来到了199块钱 可惜呢这个后续呢无力哦 那么今天呢是收在了191.5元 所以呢是小跌了1.5块钱 好的 回到我们的新闻重点 好 今天的新闻呢 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哦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这个老师傅 也需要休息一下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股市龙哥 龙哥好 Lina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龙哥我们今天呢 准备了超多的问题哦 你可能要稍微辛苦一下了 对 好的 首先呢龙哥我请问你 低基期被动元件要如何布局呢 像是前三季获利大于去年 一整年的公司 像是国具啦 奇力星啊 都可以买吗 好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上次上节目的时候 刚好也是聊到被动元件这一块 那被动元件那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说 在今年的第四季 其实它的一个供给状况是非常好的 应该说 它的需求的状况是非常满的 那今天消息出来是 看到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甚至会涨价嘛 对 但是我们姑且不要看那么远啦 因为看那么远 偶尔的还会改来改去 我们不要看那么远 但是至少来说 到今年年底来讲的话 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都还是存在的 那当然他们的一个产能的利用率 一直慢慢在做一个提升 然后呢需求 如果说以车用啊 手机来讲 其实这个需求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认为说 整个被动元件的产业 虽然不会像之前 国际涨到1300 那样涨价 如果你那样想的话 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好不好 不要那样想 至少 不会像那样涨价 不会像那样涨价 但是我认为 这个需求的情况 其实是不会有所递减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被动元件的股价 我倒是认为算蛮有保障的 尤其是他们现阶段 目前的基期都非常的低 例如说 国际来讲好了 被动元件的一个龙头来讲好了 它的高点是出现在今年年初 有没有 今年年初 它的高点是出现在今年年初 直到最近才开始往上去做突破 去做转强 所以说以整个台股来讲 其实台股来讲 没有什么低机器的股票 说真的 因为大部分都翻倍在涨了 今年来讲 毕竟指数已经创个历史新高了 大多数的个股 其实都是一个翻倍在涨的一个情况 但是唯独被动元件 算是蛮鸟的啦 说的 讲难听点就是蛮鸟的 那他们股价都没有涨到 但是整个产业面 是有所支撑的情况之下 法人的筹码 最近也回来买 可以看到外资投信 最近这20天 如果说以国具这一档来讲 外资跟投信这20天 我看20天就好 是大买了2万多张 甚至到达3万张的一个水准 对算是非常多 因为国具也不是说 1、20块的股票 他是400块的股票 他能买那么多代表说 他是真的有砸钱下去买 或者说他是一直持续 在做一个低档卡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以整个被动元件来讲 如果国具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去官方的看一个整个族群 如果说他的族群里面 有筹码去做介入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例如说还有像华星科 有没有上次来节目 我们也有讲到华星科 他这外资跟投信也是持续做一个连买的情况 所以说在整个2492 华星科 他的股价也是稳定 你看他也慢慢往上走 他没有涨很快 没有 但是他是沿着五日线慢慢往上去做的推升 也可以看到外资跟投信都是出现连买的情况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来讲 整个被动元件在这样的一个法人筹码 重新回来买的情况下 我倒是认为操作风险不会很高 倒是风险是不会很高 所以说以整个国具 华星科 甚至像还有党 像最近一个比较低价的2472的利隆店 利隆店也还不错 最近外资也买蛮多 有没有 外资有没有 最近其实一直持续买超 其实他不只是最近 他是买蛮久了 虽然买超幅度没有很多 但是他是持续持续的一直在做布局 有没有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这种股票往上走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甚至于说你可以看一下像2456 奇力星 这个是切入一个电感元件 其实他本来就做电感 只是说在5G的一个应用之下 他电感元件应用范围更大 所以说整个奇力星股价 可以看到也是慢慢往上走 那重点是他是投信在拱的 他有点土羊对坐 外资是一直在卖 外资一直在卖 但是投信基本上一直在卖 有没有 上面这边一直在卖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整个奇力星的一个线型 也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这边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被动元件的操作风险不高 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去找法人筹码有进去的 那有一些股票像什么信仓店啊 有些人筹码进去的情况没有很明显的 那我倒是认为可以保留下勤探厅 那尽量要买去买有筹码的股票 是好是的 好老师讲的龙哥讲得非常清楚 那龙哥我再请问你了 像是这个ABF宰版三雄的星星啊 之前不是很可怜吗 这个目标价被降频 然后又遇到火警 但是最近的日系外资说 还买星星目标价调高了95块 请问ABF三雄长势可期吗 好的 基本上这个载版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持续看好的一个部分 那载版其实在11月它就开始发动 那发动的情况跟被动元件有点像 很慢 很慢 那刚才讲到星星还大火 还被踹了一脚 所以它甚至还跌到了一个季线以下 那原则上来讲的话 载版这个部分 其实台湾的一个PCB 算是一个供应链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它的市占率都非常的高 无论是ABF载版啊 BT载版PCB 全部都是供应 算市占都是蛮高的 台湾的供应链 那星星这个大火下去之后 哎 产能忽然没了 对 产能变短缺 产能变短缺 所以说这个需求其实 呃 都是非常满的一个情况 那之前星星大火被降频嘛 很正常嘛 毕竟它产能掉 它营收会掉 但是为什么又被调高了 很简单啊 因为它订单很满啊 它产能可能在两个月会恢复啊 但是它的订单呢 还是很满 一直进来 对 还是一直进来 所以原则上对它影响 其实不会说很大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啊 这个影响其实是没有说这么大的 那当初它被降到75块 现在又被调高到95 那甚至于说高盛啊 还没大火之前 其实它是看到130 因为150块 星星是看到150块 所以说 呃 如果说年外资 年后来说现阶段又被调升 目标价来讲的话 大火之后还能调升 代表说什么 法轮的确是看好 法轮的确是看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调升的动作 所以说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一样 载板这部分 在未来的需求 还是很满的情况下 营收有保障 对于股价而言 就有保障 跟被动元件有点像 那今天被调升的重点其实是在3189 紧缩这个部分 紧缩之前其实都外资都没有出报告 那今天 我应该说昨天 外资出了一个报告说 紧缩 它的一个获利的EPS来讲 明年会到5块多 今年才1块多 然后明年会到5块多 所以他直接给他目标价 到135块 今天就收了一个 对今天马上涨停 对直接涨停了 有没有 他其实涨停还在哪里 还在84块而已 他给他到135块 哇 有没有 所以说 为什么为这样给 好啊 135 不要说一定会到啊 给他打个八成 也还在100块以上嘛 所以紧缩的股价 今天才会有这样跳升式的一个反应 因为他如果说 今年他是赚1.8块来讲好 明年赚5.5块 那甚至于说 他如果到后领 可以赚到8块多 如果以这样的成长的一个力道来讲 其实对于股价的而言 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拉升的效果 所以说 紧缩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留意 那另外一档呢 8046的南电也一样 南电其实一样嘛 在这波下跌之前 其实外资给他目标价是在200多块 我记得好像200多块 235块的样子 那原则上你看 他也修正了一波 有没有 他股价其实也是修正了一波下 有修正一波下 那原则上修正的时候 你看一下外资在干嘛 你看从8月多修正一波 但是你看最下面外资 这里是外资买卖招 还是大部分是买多于卖 买多于卖 有没有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外资会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去买 外资通常这边跟大家讲解下 外资通常都是一个顺势交易 涨他会去加码 他会调升目标价 但是跌呢 他会减满 他会去调降他目标价 但是他在股价跌的时候震荡整理的时候 持续买 后面就是有故事嘛 他一定是看好他后面有东西嘛 他才会这样买 所以说大家在选股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注意这一块 股价震荡整理的时候 叫法兰还愿意进场去买的 那后面通常都有故事 那今天一样嘛 他股价也是收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 所以说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ABF三雄这个涨势 是可以持续去看待的 是可其的 好的那龙哥再请问 联电今天再飙高 IC制造厂还可以追价吗 联电这个部分 是真的太强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上影线的 对 其实这边再给大家一个观念 股本大的个股 大家去注意哦 例如说台积电 联电啊 或者你说鸿海啊 大力光 这种股本很大的个股 如果他的股价离时日线的乖离 有10%以上的话 容易震荡整理 好不好 千万不要去追 像联电你看昨天已经10%拉起来 一定在10%以上 一定离时日线10%以上 今天在跳空呢 这不止10%了 所以他的股价容易进行震荡整理 但是震荡整理的时候 可不会买 我认为可以买 真的吗 对我认为可以买 很简单 因为外资跟投信最近的筹码 其实介入的蛮明显的 蛮明显的 那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去追价 我是说他接下来会进行量缩整理 如果说他能够量缩回来到十字线附近 大概在十字线附近 然后呢 再次的一个带量攻击 那个就是下一波准备再攻击的一个讯号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 你看联电股价整理了两个月之后才再去突破 是 股价整理了两个月的突破 通常都是一个有效突破 所以说你不一定要马上追 不一定马上 除非你追到第一根 昨天就买了 除非你追到第一根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不要追了 尤其他有股本大马 那等他回来到十字线附近 我们再去找布局的机会 那回来的时候你只要去注意说 法人充满有没有跑 是 如果说他回来到十字线附近 外资跟投资还是继续买了 那你要准备跟着去买 因为他接下来再往上走 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联电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投资朋友是可以好好留意 下一波布局的机会 但是要就是像这个龙哥讲的 要看十字线啦 对 尽量回到十字线附近 因为股本大通常都会回到十字线 是的 好 那那个龙哥 我们来回答这个观众朋友的问题 首先1101的台泥可不可以续报 台泥这个部分 其实台泥这个线型拉长 其实台泥的位置也不高 说实在也不高 那最近台泥这些水泥个股会涨 或者说一个钢铁股会涨 都是一个第四季报价 有在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原则上我是认为可以续报 但是还是要去 设定一个停顺点 例如说台泥这档率很简单 最近这一个礼拜低点 大概在这里 我手指头这个位置 这个低点就把它当做停顺点 如果跌破你就出场 因为基本上你是获利的 因为如果你是下面报上 一定赚钱的 那原则上来讲 这跟当做一个停利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至少你的利润也不会损失太多 但是它未来还是有上涨机会 毕竟它还是在五日线算是一个强势股 那强势股我通常是不喜欢预设高点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看那个目标 大概是会落在上面这个平台的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 对大概就是Linda手上的那个高点 那那个高点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调节一趟的话 可以在那个压力区去做个调节 好的 好的 是那请问3042的经济要续报吗 还会涨吗 好基本上会不会涨 其实你看现行跟筹码 那它的一个本业十英元件 其实我个人也是还蛮看好十英元件的 因为十英元件的一个需求也是很满 只不过它这个需求在之前股价也反映过 有没有之前已经涨过一大波了 有没有涨过一大波 所以说基本上它的股价是反映过的 那你说它真的要再继续涨的话呢 当然你的股价就需要整理 嗯 好不好 就很简单 它股价要整理 那你 它也整理了四个月 其实算够久了 股价已经整理了四个月 那你就是要观察说 接下来筹码哪时候再回来 有没有之前其实外资跟投信是买蛮多的 对 你说它真的卖光了吗 我倒是认为还没有 所以说它还握有一些筹码在身上 但是 它要马上再去做个发动 再去做个攻击 比较有可能发动点会落在营收发表的时候 营收公告的时候 因为它的营收基本上我看的也是算蛮好的 它的营收看的也是蛮好的 所以说它通常发动点都是在营收公告的时候 因为它营收出来数字都还蛮漂亮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要报 我就认为你报到营收发表再说嘛 再去看有没有调节机会 那它的停力点也一样嘛 就是大概在这边 在我手上这个点位 这不好瞧 这边大概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你就守这个底点 如果没有跌破 我倒是认为是可以去做个序报的 是 那你说营收发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 就是大概每个月的10号左右 每个月10号左右 所以那时候投资产通常都是它一个涨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它营收数字都还到目前今年来讲都还算蛮漂亮的 是 好那再请问啊 3526的反甲要减资25% 目前手上有怎么操作呢 好的 基本上反甲是一个连接线嘛 连接线 那它减资的理由我大概看了一下是因为它用不到这些钱 它不是因为亏损 它是因为之前的资本支出它认为已经够了 它扩散状况已经好了 所以它多余的钱它不要 它把它退掉 所以它减资的25% 通常这个理由去做减资算还不错 对 所以算还不错的一个减资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倒是认为减资对于股价也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倒是认为 除非说你是亏损在做减资 那我就认为 那就不好 那就不好 但是这种用不到钱去做减资的 基本上我觉得无伤大压 那现在盘中也可以零股交易嘛 就算减资完再把它去买回来就好了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反甲这个减资我个人倒是觉得蛮正面的 那它因为之前业绩不好的关系 所以它毕竟它股价也是跌了蛮久 那到现阶段到季仙这附近也有点点反压 那反压也没关系 下面有月线支撑 我觉得它只要是一个亮缩的拉回到月线附近都还OK 因为最近其实外资也是有点小买 外资有点小买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倒是还OK 如果说如果是担心现金减资这部分的话 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是的 好那再请问 那这个刚刚老师讲过 连电其实现在 刚刚有讲过嘛 其实现在还先不要进去追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看到8215的明基材 24.75元买的还可以续报吗 好 其实明基材这部分 跟面板也是有点关系 但因为面板其实它是缺料的 它上游缺料面板做不出来 所以才会造成缺货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上游的明基材 甚至你说陈美财 他们的一个业绩我觉得也是有保障 其实你从外资的态度就很明显 外资是一直在买 虽然股价没什么涨 股价没什么涨 但是其实外资是一直在买的 所以我倒是认为 你24点多块买的话 原则上抱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抱着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你看外资还是买一头 而且最近也是每天都在买 所以我倒是认为 明基材在这个位阶上讲 是没有什么卖的必要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看到现阶段 每天都在涨一些股票涨问题 你会心痒痒的 但是有时候股票就这样 他是需要时间去震荡整理 稍微沉淀一下筹码的一个情况 那筹码清洗完成之后 他才会去做进一步拉伸的一个动作 所以基本上这个筹码蛮稳定的情况之后 我倒是认为会建议续报 所以董哥你是觉得说外资有在买的话 基本上其实都是还算OK的 还算OK但是当然 一样我觉得还是要去设个停损点 那如果你24块进场的话 我觉得听说你设10%应该是还算OK的 你用10%去换取后面的一个 可能一突破就是一个两成的利润来讲的话 算是蛮划算的一个投资 是 好那请问3622的杨华后续怎么操作 好的 杨华这个部分你看他已经拉着这样 当然就会很多人问嘛 因为杨华也是拉很多 那当然最近的利多也是比较多 但是这种股票说实在话 还在亏损公司 就是我个人 我以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是很喜欢 那 这种如果说真的要操作 就是以强势股的方式去做操作 不过他也是有点外资的筹码 外资还是有点买一点 还是有买一点 毕竟他的一个本业是稍微出现一点转机 那这种股价拉升之后很简单 10日线绝对不能破 甚至于说五日线甚至于五日线都不要去破 好不好 拉回五日线你就勇敢买 很简单你就勇敢买 跌破10日线你就停损 那往上走的就是你的 强势股就是很简单 就这样操作就好了 而且他股价也不高嘛 现阶段三十几块 你这样去操作应该算是还蛮OK的 但是你就要谨记自己的一个纪律 五日线你买勇敢买 然后破10日线你就勇敢把它停损出场 那你这样去做一个强势股 我相信这样操作可以控制住风险 可以控制住风险 是的 好那再请问6244的帽迪是不是涨不上来的呢 好帽迪这个部分 其实今天太阳能有点反应了啦 太阳能今天算还不错 所以你说帽迪这个部分 当然最近最强的是在细晶圆的部分 算是太阳能上 因为之前细晶圆没什么涨嘛 例如你说像5483的中美金 或者你说6488的环球金 你看他们最近股价是算很强 但是之前没什么涨 之前他是一个区间震荡 人家也整理了将近半年嘛 所以他最近才会涨嘛 但是帽迪呢 我们回到6244的帽迪来讲好了 帽迪你看之前有没有涨过一波 有吧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换别人涨很正常嘛 那帽迪股价会不会再上去 我认为有机会 因为你可以看到最近外资期是买多于卖的 甚至于你不要说帽迪啊 今天比较强势大概是落在6443的一个圆金 圆金今天涨幅算最好 有没有 他也是跌破了一个跌破了一个月线之后才站回来 帽迪也是嘛 所以他这种是先站回来 因为他的一个转黑为引的情况最漂亮 所以他先站回来 或者你看6477的安吉 安吉今天你看一根红K棒也是上来 有没有 他也是横盘震荡 所以说这些小的会先动 动完之后 我认为帽迪也会跟着去做连动 但是你说真的要长比较快要长谁 就是圆金 圆金 圆金的话 因为他的一个转飞为引情况 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他长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说你也可以去做换股的动作 把帽迪换成圆金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换股也OK 你就是等着帽迪去做连动就好 现阶段操作最怕就是 你认为没长就先卖掉 又去买长的 最近长了都会GG 很容易拉回 所以说你尽量不要去随便的进出 那要稍微有点耐心去做一个虚报的一个动作 是的 好的老师那请问2417的圆缸 什么操作呢 好圆缸这部分 其实圆缸之前会长是因为疫情带动了一个NB的换肌草 那这个NB换肌草 我个人一样也蛮看好的 我也蛮看好 只是说他之前真的买太多了 真的也是涨太多了 真的涨太多 你看之前那个有没有 看到这个幅度够大了吧 够大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原则上来讲话 股价在经过那么大涨幅之后 一定要整理 一定要整理 但是他的股价整理之后 我倒是认为是会上来的 我倒是认为你看 因为最近你说外资这波整理 有啦 其实也有卖 但是买的部分还是算蛮多的 所以说他的筹码还算是握在身上 还算握在身上 那股价来讲的话 震荡整理发动点在哪 要一根带亮长虹来表态 好不好 要带亮长虹来表态 如果说他能够出现一个带亮长虹表态的话 那他股价往上走机率当然比较大 但是如果说 他整理的阶段来讲的话 你就耐心抱着 但是一样 出场点还是要设一下 有没有 就最近这个低点 有没有 这边这个低点 最低的那个 不要破 好不好不要破 破了还是建议会先出 等他要发动了 你再去把它买回来 我觉得这样操作上会比较安全 好不好 好的 那再请问 这个4564的圆铃怎么操作呢 好 圆铃这个股票算是一个 比较小比较冷门的股票 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是很认识他 我也不是很认识他 但是你看外资是有在买 对 有没有 在低档的部分 你说操作这个股票 我认为风险不大 你看他之前已经跌那么久 筹码已经清醒很干净了 外资都跳进来买 所以我觉得操作这个股票的风险 倒不会很大 那他站稳越线之后也回车过 也回车过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这个只要月线没破就好 月线 月线没有跌破 圆铃的话 如果说以这个股价来讲的话 这个月线不要破 绿色这条月线 月线不要跌破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我认为他整体的架构 都还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 领就续报就好 就续报就好 看看他哪时候再整理一下去突破季线 我认为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是 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好的 那请问6203的海运店后市怎么操作呢 好海运店其实算蛮漂亮的 对啊蛮强势的 海运店你看这一波拉起来 哇外资也跳进去嘛 整个量也出啦 对 这边这个量 这个量也出啦 所以基本上海运店这个线型 我个人是算蛮喜欢的 他在这附近会震荡一下很正常 因为你看那边有缺口 在那边有个两个缺口 他最近才到了一个缺口上远这个附近 所以说在缺口附近震荡整理 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非常正常的情况 那震荡整理之后我认为 海运店再往上走 机率倒是蛮大的 倒是蛮大的 所以这一档个股 我也会建议续报 好不好 我也会建议续报 龙哥他算强势多头 也不到非常强势 因为他还没过高嘛 对还没过高 这边还是有点压力消去清洗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 多方线型的架口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所有的均线都是 网上的都是多方格局 配合有量 加上筹码也进来 所以这个话 我会把它列为多头的股票 好 那再请问一下 4968的利基 还能不能买啊 利基 利基也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股票 狂飙 真的 我们介绍的时候 还在200多块而已 真的 直接往上去充 那利基还能不能买 他的业绩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因为他整个WiFi6的一个需求还是很满 他之前股价会这样下来 会这样整理 是因为华为啦 因为他的大客户是华为嘛 结果不能出货嘛 所以他还是华为概念股 对他也是华为概念股 所以被打下来 但是你看 好的公司 他的营收 其实都没有掉 都没有掉 因为不止华为 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客户都在弥补 他甚至于说他订单都是满的嘛 例如华为没有了 其他客户还是要啊 所以基本上利基 我倒是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问题就是在涨太多的身上 涨太多 其实你看涨那么多 最近投信跟外资是有点在出喔 有点在获利了结 真的耶 对不对 但今天这红黑帮算是还是很强势 对 一根黑可以打下来 一根红黑又站回去 很强势 所以说这种强势股的话 我是建议不要追啦 我觉得短线涨幅是有点过大 不要追啦 但是未来他能够量缩回来到十字线附近 然后法人也没有继续卖的话 那时候再去找不觉机会 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我今天也是把它卖掉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会人的持股也是卖掉了 我也直接跟大家讲 我们卖掉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是认为不要追 等到有拉回的机会 我们再去看 有没有重新布局的机会 好的 那个龙哥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打好不好 2603的长龙 老师龙哥你怎么评估 好 长龙的话也是我上次来上Linda节目介绍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讲第四季好的股票就有航运嘛 那长龙你看我们讲完之后 它也是震荡整员也是一直往上走啊 很简单外资一直买嘛 头信也一直买嘛 这边的外资头信都一直买嘛 所以这种股价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观念 营收只要满 它的股价就有保障 就有保障 所以说原则上来讲话你说 超海域股价还会不会上去 我认为会 但是会不会再上去很多 可能不会了 可能不会 因为第四季它的一个爆 它的船是满的没有错啦 但是它的上涨的一个力道 其实没有很大 它的一个过贵的上涨力道没有很大 所以我倒是认为 涨到这位阶上来讲话 其实已经算反应蛮多它的力多了 对蛮多力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你可以续报 一样嘛 它的五日线 五日线没破你就一直抱着 但是跌破的话倒是可以去 或者说稍微分批的一个体力储厂 稍微调节一下 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原则上 航运跟我的第四季也还算不错 到年底都还算不错啦 所以我倒是认为 它的股价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走的 是 只是可能走的没有那么强 可能之后的涨幅空间没有这么大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龙哥 耐心的回答 谢谢龙哥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龙哥呢 帮我们解答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如果呢 你还有相关问题 记得扫一下龙哥的QR Code 加LIDE 龙哥的QR Code 是小老鼠LUNG16888 扫了之后呢 有任何问题 只要龙哥有空都会回答 对没错 我都会本能亲自去做回答 是 好最后呢 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在脸书和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好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